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中國和西方列強之間的口水戰 可以說是一浪接一浪 繼早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發表了《美國源頭論》以後 近日又輪到中國官媒發表《意大利源頭論》 根據央視新聞報導所說 他們說意大利馬里奧內格尼研究所主任呂木齊 日前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提到 說他近期從醫學界聽到的消息 就說有醫生在去年12月甚至11月 就已經見到一種奇怪的肺炎 特別對老年人來說是很嚴重的 這意味著在中國出現爆發之前 就已經有可能在倫巴底的北部地區出現流行 這就是他們有關意大利源頭論的立論 到底那篇報導的原文是否真的這樣寫 沈旭輝教授實事求是 他找得訪問這位意大利專家的報導原文出來分析 原來原文的意思剛好相反 別人那位意大利教授所說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在公佈情況以前 有一種奇怪的致命肺炎 就可能已經在意大利出現了 其實就是暗示中國隱瞞了早期的情況 才令到目前的情況失控 但是官媒就禮橫切曲斷章取義 而且這一名意大利專家所聽到的醫學界消息 根本上就和中國發生的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否則早就在意大利出現了爆發的情況 整篇報導的前文後理原來就是 如果中國能夠及早向國內和國外公開實情 世界各國就會提高警惕、做足防禦和應變措施 不會像今天措手不及、拿手不成勢 這就是沈旭輝教授的踢爆 已經很清晰了 他翻閱了這篇訪問的原文 根本上大陸的傳媒把原文斷章取義 硬扭曲成為意大利的源頭論 人家根本沒有這樣說過 這亦反映得出中國官媒或外交部 他們很想找一個目標出來抵賴 先是美國 跟著是意大利 可惜現在又抵賴不成 因為人家找到一篇原文出來 已經推翻了意大利源頭論的立論 大家都看到 那些宣傳機器非常急於射責 就是要和源頭這兩個字馬上撇清關係才行 所以賴完這個就賴那個 至於藍絲和小粉紅 當然是連環中伏 撞車 只不過他們有三個特色 使得他們立於不敗之地 第一就是偏聽偏信 立場先行 他們很喜歡找一些媒體出來 符合自己的立場 反正適合自己聽就可以了 至於他裏頭是否真的反映真相 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第二就是不作查證和核實 他們去看一篇報道的時候 往往是視乎他們 到底是否反映到自己心想的事情 到底他那篇報道是否反映真實情況 他們是不會去查的 比如說一些翻譯外電的報道 他們當然不會浪費時間 浪費工夫 去找原文出來對一對他 第三就是永不認錯 毀過於人 就算你指出他們所分享的那篇報道 是流料來的 是沒有真憑實據的都好 他們仍然會當是沒有回事 甚至乎會罵你回頭 就說你是被外國勢力洗腦等等 所以基於以上這三點 那些小粉紅和藍絲 就可以立足於不敗之地了 實情是昨天新浪網轉載的一條短片 就已經將整個意大利源頭論推翻了 只不過那些小粉紅和藍絲 就假裝看不到 這條短片是由大陸媒體 《封面新聞》所製作的 內容說到 在今個月的19日 意大利頭兩宗的個案 其實就是來自湖北武漢的一對夫婦 他們在住院第49日以後就出來了 其中一人更加是華中師範大學的某學院院長 這對夫婦在意大利的醫療人員協助下登上救護車 其中這名女人還向在場人士用英文來對高呼 說你們救了我們的命 我愛意大利 說得多激昂 當然那些小粉紅和藍絲 就只會轉載趙立軍的言論 或者是意大利源頭論 這些反映事實真相的事 是由大陸媒體製作的 新浪網也有轉載的 當然看不到 因為對自己的立場不利 其實他們都很想尋找下一個目標 因為美國又賴過 意大利又賴過 兩邊似乎都行不通 當然就要尋找下一個目標 總之要找到一個人 只能吃到死貓為止 一定是要跟這個源頭撇清關係為止 這些就是藍絲和小粉紅的思維模式 所以他們是很古怪的 明明意大利 他們是受到俄羅斯軍隊的醫療支援 以及意大利又直接向美軍請求援助 偏偏沒有找到解放軍 這些消息他們又不會去轉載 又不會去看 因為對自身的立場不利 所以跟這群頑固的小粉紅和藍絲 來溝通 其實都是會廢殺心神的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關於東京奧運的消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連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和日本奧委會主席深喜朗 早前跟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 透過電話開通了視像會議 終於安倍主動向巴克提議 要將東京奧運延期 他的藉口是希望可以給運動員 有更充足的時間備戰奧運 同時安倍也希望國際奧委會 盡快可以決定出對應的方案 包括延期的日程和後續時間表 可以使對日本作出更好的準備 國際奧委會也跟東京奧組委發出聯合聲明 他們得出的結論就是 將東京奧運延期到2020年之後才舉行 但不得遲過2021年的夏天 換言之 東京奧運將會延期一年 到底甚麼因素會令安倍改變初衷呢? 安倍到三月初時仍然堅持 要在今年如期舉辦完整奧運 為甚麼到星期二的時候突然轉軚 轉列點在哪裏呢? 導火線在哪裏呢? 其實就是在於加拿大和澳洲 先後決定不會派員參加東京奧運 安倍就開始談了 他本來所強調的所謂完整奧運 並非閉門作賽 而是有現場觀眾參加和觀看的奧運 只不過有現場觀眾都沒有用 現在連運動員都打退堂股 所以安倍就開始談了 到時有觀眾都沒有用 如果只剩下很少國家參加奧運 一定是失色不少 更何況目前就處於全球大流行的狀態 到底到七月的時候搞不搞得定 仍然是未知之數 但是各國的運動員 就不會留待七月才決定是否參加奧運 可能會提早一兩個月就拍板了 如果到五月份的時候 仍然處於非常嚴峻的狀態 到時也不方有客到 與其死衝場面 不如延期一年 現在其實安倍都是為了保住經濟損失 不要那麼嚴重 一旦取消了就總結 反正也是 不如延期一年 輸小當贏就算了 而且早前安倍還曾經向世衛組織課金十億日圓 當然現在這十億日圓炮湯、打水漂 本來想著世衛組織會美言幾句 結果也有 盛讚安倍在日本的防控措施做得很好 亦都令到安倍的民望有報復式的反彈 不過 你要使得其他各國的體育組織 放心給他的運動員參賽 似乎就不太行 前陣子還說到 打算捐多五十億日圓給世衛組織 目前已經搞不定 到底還會不會繼續捐呢 真是不知道了 這個譚德塞真的非常忐忌 哈哈哈哈 吃到嘴邊了 現在又說不搞奧運 真是壞 到底東京奧運延期 日本會有多大的經濟損失呢? 日媒引述一些經濟分析師所說 奧運延期的經濟損失可能達到 六千億至七千億日圓的規模 安倍原先想通過東京奧運 是可以提振得到日本的經濟 只不過現在這個如意算盤 就打不響了 更何況在去年十月 日本政府就將消費稅從8%提升到10% 這就進一步削弱了內部需求 使得消費更加疲弱 所以日本就有政界的聲音傳出 就是他們要求將消費稅降到零 就算在東京奧運搞不成的底下 都可以提振得到內部的需求 至於安倍,他很想一圓奧運夢 現在就說延至2021年之前要舉辦 其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任期 到明年9月才戒滿 如果2021年夏天要完成奧運的話 其實他仍然可以以首相的身份來主例 我也祝福他可以搞得成功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